一个人连续十年不讲话会变成哑巴吗 长期不与人交流语言真的会退化吗 一位心理学家做过一场实验 实验对象是396名大学生 用录音装置记录他们每天说话的字数 最终得出一份实验数据 其中男生平均每天要说15669个字 而女生平均每天要说16215个字 甚至有人很健谈 一天说话的字数超过2万 无法想象 如果让一个爱说话的人一年不说话 他该承受多么大的痛苦 但你敢相信吗 一个罪犯为了装哑巴 竟然十多年不开口说话 2005年唐州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 嫌疑人四处逃亡 在外隐姓埋名12年才被逮捕 期间他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 竟然强制性让自己闭嘴 装了十多年哑巴 最后说话功能退化再开口是很困难 国外还有类似的案例 一位叫约翰·弗朗西斯的环保斗士 用不说话的形式来支持自己 追求的环保事业 第一次晋升是从1973年开始的 他只是不说话 行为和常人无异 这场晋升持续了十年之久 当他再次想说话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发生非常困难 嘴巴像粘在一起了一样 之后他又连续七年不讲话 但后来他的思想转变 从此恢复成正常人的状态 那么一个人多久不说话 才会变成哑巴呢 一个人多久不说话 才会变成哑巴 如果坚持一年不开口讲话 身体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众所周知 人或在群体世界中 与人交流是非常必要的环节 可如果长时间不说话 那身体的变化 就会颠覆你的认知 首先 长时间的晋升 会让人的精神感到麻木 最开始别人叫你 那种下意识的回答被控制了 感觉不说话的状态很安静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逐渐走向自闭 其次 长时间不讲话 你会忘记很多事情 感兴趣的事情会变少 精神状态进入低谷期 负面情绪增加 还会逐渐和社会脱节 最难的是 当你想再度开口说话 过程也很艰难 你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 一开始发声磕磕巴巴 身体完全不适应 因为大脑的语言系统 发送信号的能力减弱 需要重新激活 接着是发声过程 既要发出音量 还得有声调 这可非常考验 一年没做过发声运动的肺部了 一旦讲话语速过快 肺部也会不堪重负 当然要是想大声叫喊 更会让身体收获一种跑弯800米的感觉 虽然一直不讲话 并不会让人真正变成哑巴 但语言能力退化 却是真的 那么你知道 如果一个哑巴 22年从没说过话 但有一天突然开口 会是什么体验吗 说出来你别不信 一个人10年不说话 不会变成哑巴 可一个天生的哑巴 22年不讲话 突然有一天 竟然开口说话了 这是为啥呢 这是发生在湖南的真实案例 女生小陈 从小就不会说话 在和丈夫小金结婚以后 一直过着平淡的日子 一天 丈夫小金要外出打麻将 小陈知道后死活不同意 拉着丈夫的衣服 就是不让他出门 二人拉着之间 小陈竟然说出了俩字 不要 这一下可把小金吓到了 赶紧坐下来 继续和妻子交流 没想到妻子竟能说出 简单的爸爸妈妈等话 22年 从来没说过话的小陈 竟然出现了奇迹 小金欣喜若狂 但附近的村民 却对小陈这反常的行为 感到疑惑 有人说他之前是装的 也有人说他打通了任督二脉 更离谱的是 有人和鬼神扯上了关系 那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原来小陈入众后 就没说过一句话 因为他的母亲和妹妹 都是聋哑人 所以他不说话 别人也不奇怪 小金带他到医院检查才发现 小陈的生态是好的 只不过左耳完全失聪 但庆幸的是右耳残留了一点听力 所以情急之下 开口说话 那么你觉得这种情况 能恢复到正常状态吗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关注 下次不迷路